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但在西方,特別是在英國人眼中 這些沒有年期、沒有人工 完全沒有自由的妹仔 其實跟奴隸並沒有分別 從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開始 英國政府一直擺出尊重華人傳統的姿態 甚少會主動介入華人事務 所以,十九世紀終末開始的一場反促皮運動 就成為了香港開埠以來 第一件引致英國國會高度介入的事件 我幾歲就見有妹仔 我出生就已經有妹仔 以前有三個妹仔 有人打麻將就撥綫 帶狗去街陪我玩 又去撿頭撿尾,倒談判 那個大山婆 她專門幫人買妹仔 就求我媽咪 你買大姑好生就收留她 我媽咪好生而已 生得多窮 我媽咪不是貪豪華買這麼多妹仔 我媽咪一買就燒了 教她的有錢來熟 其實我們會看到1870年代之後 拐賣人口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 由政府警察部門發表出來的報告 我們會看到被綁架和被拐賣的罪行 是這麼多種犯罪裏面最嚴重的罪行 我們會看到被拐賣的人口 他們在市場上的價格 我們會看到14歲以下的女童 最高的身價是可以去到50元 而14歲以上的女性的身價 最高可以去到300、400元 勞工薪金每個月只有5元 我們都可以想像到拐賣人口的 這種不法的勾檔 其實有相當大的經濟得益 因為香港鄰近中國 又沒有特別的人口出入管制 所以就成為販賣人口的活躍轉口港 當中包括有出洋打工的豬仔 槍技以及是妹仔 硬見人口拐賣情況越來越嚴重 政府於是在1873年通過法例 禁止拐賣富裕 當政府通過這個保護賦予的條例之後 我們會看到因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 中國人都有買賣奴婢的這種習慣 如果因為買賣奴婢而被指責為拐賣富裕的話 尤其是在社會上層對這個課題都覺得很敏感 究竟自己還可不可以繼續買賣奴婢呢 如果現在殖民地政府說不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在他們家裏面那種傳統的風俗怎樣去維繫呢 所以其實我想有一些華商就會留意到 遲早就會殺過來 影響他們的那個妹仔的買賣活動 再加上法庭是收到一些投訴的個案 官亦都判了 說明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是不可以有奴隸的買賣活動的 所以我想有一些華商就會覺得 不如反建議 建議政府我們進取一點 成立一個所謂保良局 令政府覺得他們是合作 而換取政府對於妹仔買賣活動的不干預 所以他們就將它分為合法的買賣 和非法的買賣 為了打擊非法人口買賣 劉委東華前總理就聯同幾位華商 在1878年11月8日 聯名尚書港督牽尼斯著時 建議成立保良公局 保良局成立初期由於經費不足 於是東華醫院就借出當時的平安樓 和福壽樓上層 被保良局作辦公 以及收容被拐富裕之用 在保良局成立之後一年 當時的政案察司司馬里廉坊 在審訊一宗非法拐賣小童案件的時候 公開指出 買賣疲女,坤有罪名 因而引起社會很大反應 於是,同年10月22日 幾位保良總理就聯同其他華商 再次上書港督 解釋妹仔制度乃是中國傳統習俗 政府是不應該干預這些 合法的中國家庭活動 保良局要反對的 就是那些非法拐賣 如果是你情我願 如果這個家庭 是父母想買了女兒出去的 而另一個家庭 又願意付一筆金錢 這些所謂合法的買賣 保良局當時是支持的 政府所以就變得挺尷尬 他們的官員在司法系統 其實就反對這種制度 因為他們知道 不可以在殖民地裏面有奴隸的制度 但是專門從事華人工作的那些官員 他們會很明白華商看東西的角度 所以他們會覺得 如果介入一些香港中國人的 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裏面 就對於殖民地政府管治香港是不利的 所以在整個十九世紀下半業 香港政府都只是通過幾條保護婦孺的條例 而沒有立法打壓婢女的買賣 到了二十世紀 因為一次崇拜活動 一位海軍太太的介入 令整個反速器運動得到重大轉機 聖約漢座堂在1849年落成 是香港開埠之後第一間聖堂 也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西式教會建築物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 在這裡崇拜的人士 在當時都在社會上有些影響力的人士 所以他們在這裡信仰的生活 也是間接影響了香港整個社會的發展 例如當時有一次的港道裏面 各位牧師提出向教友挑戰 他們可不可以去關注一些 例如是瀑匪的問題 而他的港道引起教友很大的共鳴 其中有一位就是西士活太太 她有很深的感受 而她在這個崇拜之後幾天 她就寫了幾篇文章在報章上面 表達她的心聲 和表達對她對瀑匪這件事的關注 在英國殖民地 竟然有兒童奴隸的存在 真是蟹人所聞 要消除這個污點 雖然是很複雜和困難 但我們都不可能 因此而容許她的存在 所以一定要廢除 這些文章當然引起政府高層的注意 暗示叫她不要再搞 這個妹仔的解放運動 他們沒有屈服繼續說 結果命運也很清楚 果然香港政府 我們看到很快 這兩夫婦被調回英國 趕走他們 香港政府想不到 調走了西士活這對海軍夫婦 不僅不可以將問題解決 還反而將反對速器的戰場 拉闊到英國 從英國國家檔案館的資料可以看到 西士活夫婦回到英國之後 四出聯絡不同的民間團體 和反對奴隸協會 又不停寫信去英國國會和殖民地部 要求正視香港妹仔問題 漸漸就在英國形成了一種政治及輿論壓力 迫使政府介入事件 由於受到英國國會的施壓 定例局華人議員 劉儲伯何澤生 就在1921年7月22日 公開在報章發出通告 邀請各界人士集會 商議研究速器問題 1921年7月30日下午2時半 香港歷史上 第一次公開討論妹仔問題的 全港居民大會 在西環的太平戲院召開 根據記錄 當日出席人數就有300多人 而且還有西部記者到場採訪 大會由樓柱伯主持 台上分別還有何澤生、周少奇、曹善韻 周秀臣等社會知名華商 大家的主調都是想維護妹仔制度 當日的氣氛 那些主持者都是市新 香港的傳統市新 他們有錢、有地位 而他們本身有妹仔 有妹仔的時候 當然要她維護自己這種權益 甚至她說她所養的婢女是對的 香港保良的節奈是為了防滅 所以養皮真的有那麼多壞處 為何支持她 在歷史三個半小時的大會上 大部分時間都是由主張維持 妹仔制度的人士發言 反對聲音就得不到重視 因此禮研會的黃愛唐牧師 會後就在大光報發表了一篇名為 揭明束匹會議之否認原因的文章 因而引起了贊成 反對兩批人士在報章上的不戰 為了可以更有組織地反對束匹 一班教會人士 幾日後就在皇后大道中的 楊少泉牙醫館 召開了第一次反對束匹籌備會 並通過成立反對束匹會 掀起了之後的一連串反束匹運動 經過半年的籌備時間 反對束匹會終於在1922年3月26日 正式在香港青年會舉行成立大會 當日的御會人士更高達600多人 失滿了整個青年會的禮堂 雖然只有半年時間 但根據紀錄 反對束匹會在成立當日 已經有會員1300多人 反對束匹會 除了精文、教盲人唱歌 以及到學校演講等宣傳工作之外 他們還特別成立了調查報 有系統地搜集 和跟進匹女被虐的個案 由於有欺事活夫婦在英國的大力推動 國會終於在1922年提出討論梅仔問題 之後李帆苑大臣邱吉爾 就發信給港督司徒拔 對香港梅仔問題表示強烈不滿 從這個殖民地政府來說 其實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就是殖民地部問問題 殖民地部只要問問題 就是因為國會裏面 有人問問題 令到殖民地大臣非常之尷尬 殖民地大臣非常之尷尬之後 聲勞之下就問殖民地部 為何你在那個小小的香港 搞了這些事情出來 令到我要在國會上這樣丟架 殖民地部就是香港政府施加壓力 香港政府自然就反應 所以變了來說 你如果在香港要向香港總督 說服他做一些事情的話 你可能要用十斤的喉舌 如果你可以有本事透過英國的國會 如果在國會裏面提出問題出來的話 你可能只用兩斤的喉舌 就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為了向英國交代 殖民地政府就在同年12月 向定例局提出俗稱 《妹仔議案》的 規範家庭女疫條例草案 與此同時 為了抗衡反對蓄被的聲音 部分華商就組成防範約被會 主要成員包括周秀臣、馮萍山等 他們認為束被制度本身並沒有問題 問題只在於部分藥被個案 所以應該重點針對懲處藥被人士 而非取締束被 1923年1月10日行 防範約被會成員 就在東華醫院召開街坊大會 希望集結力量 反對《妹仔草案》 其實防範約被會 和反對蓄被會是唱對台戲的 因為她這班的侍身 她是贊成蓄被、養被女的 她認為反蓄被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弱被 現在我不弱被 那就變成可以容忍束被的存在 雖然有防範約被會的成立 但由於社會上 反對束被的聲音越來越大 1923年2月15日 定例局終於三讀通過 《家庭女役條例》 俗稱取締束被失禮 今次買賣及僱傭被女 又規定凡在港有被女者 必須按限定日期 將被女註冊等 1923年那條條例 形同虛切 因為條例的第三部分 關於被女註冊制度 是沒有寫明何時落實的 因此一些民間團體 當時反對束被會 和在英國關心 這個女性運動的人士 繼續展開在香港本地的 一些輿論 和向政府的要求和爭取 又在英國那邊發動輿論攻勢 1929年10月 在李帆院大臣再三敦促下 政府終於通過修訂 下令執行1923年發例的第三部分 所以1929年這個條例 就是幫助在廢除女性運動中 你可以說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 但是這條條例本身也是有流動 那些人既然見到 從此又不可以再重新引入 一些未經註冊的女性 那就斷了後路 那怎麼辦呢 其中一個計算是 繼續買這些女性回來 但是就不叫她做妹仔 就告訴別人 這個是我的養女 但是照做以前妹仔做的事 所以就關心妹仔的人 那些人就發覺 其實29年那條法例 都還留一條尾巴 那變成這個運動 又要繼續打下去 兜兜轉轉 一直到1938年 政府第三次修訂相關的 《家庭女役》和《保護婦女條例》 規定所有養女 都必須向華文政務司登記 問題才得到解決 回顧整個反促皮運動 前後一共進行了 差不多20年這麼長的時間 主要是和殖民地政府 對香港的管治哲學有莫大關係 英國人其實佔領香港來說 他的目的並不是特別要去管治香港 他更加不是要怎樣去管治華人 他只不過是因為要支持 英國在對華的貿易 和在對華的其他各項的活動 在香港有個基地 比較上方便一些這樣做 你華人的生活來講 只要你不搞事 你不影響到港英政府 住在香港的英國或者百種竅民 其實他都不相關你了 這種在文化上不干預不介入 這個是整個港英殖民主義 一個很核心的精神 你也可以說是因為這個 這麼核心的所謂管治哲學 是令到香港這麼不合理 不人道的一個這麼富權的體制 是繼續可以在香港這個殖民地延續 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束養奴婢這件事 我們就會覺得是很不人道 還有是一種很保守很落後的一種觀念 但是這件事在香港的社會 我們會見到它在不同的階段 對於這個束有奴婢有不同的看法 那個價值觀念的轉變 也都是看到整個香港社會的演變 如果沒有了英國方面的支持力量 要在二十世紀初 香港仍然處於政治封閉的社會環境之下 成功爭取廢除束疲制度 可能還需要花多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時間 要在全身上的採折 現在進入神經濟通過 繼續判斷 拍電影 未來的職業